作词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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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13事件以后 众说纷纭 我先是在法国 和日本报刊上公布的这件事 但这次,苏联也这么说了 说完以后,我就半认半疑吧 我每次回国,我老同学,省委副书记,因为我认识高层很多的,有好几个省委常委,人大常委,省委书记,我都认识,所以我就回去跟他闹家常,因为他也想走,因为他那个身份在那高,他也不能老回到苏联去看看,对吧,他留书的嘛,动力学院的,我就跟他讲,你看我可能这么个事儿,他就知道了,我现在汇报,讲我在苏联的所见所闻, 这是第一个,就是买这个伏笔,但是呢,仅仅是在报刊上看的,不算是吧,后来出了这么个事儿,我有个要好的朋友,叫王文新,王文新是什么情况呢,他是一个共军团干部,过去早年的共军团,他的资历很深,他原来曾经是钱其琛的领导,钱其琛你知道的,外交部长,是吧,政治局委员什么的,这样,他们是干什么的呢,就是, 但是,除了像我刚才说的,实习生,研究生,大学生,军事学院的学生,共军团还派出去了,一共派出去六批,就是团的干部,到他们对口的,到苏联的共军团,团校去学习去,就学习怎么样,就是做群众工作啊,党团工作这样的, 而且苏联也吃准了,这些人呢,将来呢,二十年以后,都是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动量,要接班嘛,所以他对他们也特别的友好, 这个中间就有两个青年助教,一男一女,他两个懂中文,所以就辅导他们,辅导员,这样呢,他们的关系就特别密切, 那些,那些,那些,教他们其他正式课,课程的,当然是不同中文的,他两个懂,所以关系特别好,这个六批人呢,一共分了六批呢,这里面有,后来都成了高官,最高的就是这个, 前期生嘛,还有很多各国的大使,还有你比如这么说,到文革期间,吃了很多挂闹,后来就,又官方圆职了, 又到比如说,有中阳岛校的副校长,一个女的姓汪,还有就是那个,四参省委的政协主席,南京市委的什么什么, 反正都是,都是有权有私的人,都是有实权的人,所以呢,这个时候关系好了,中生关系好了,就想起来邀请, 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,老太太还健在,就那年轻的女主教,克拉拉,她叫克拉拉,克拉拉是什么情况呢, 她一家都是科格勃,这科格勃不是贬义词,你知道的,对吧,哪个国家都有国安, 但是你要干谋杀什么的,那就另外一个概念,就总的来说,美国人都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, 所以她一家都是科格勃,她的丈夫呢,是一个科格勃的头头,比较重要的头头, 她的女儿是科格勃,我见过,她的儿子也是科格勃,都在这里同一个系统, 里面的工作,反正都是,有的搞间谍,也不一定搞间谍,有的可能会计, 会计也跟那个间谍无关,她是科格勃系统的,国安部嘛,好了, 这个女的呢,就硬要就来到了中国,这已经是中苏已经,就是好转了, 关系好转了,就是那个编帽也非常发达,我还曾经跟这个王文新呢, 她聘请我呢,我到苏联去了几十次,苏联东南亚,各地都去了二十多次吧, 所以我走的城市,比一般的苏联人要多多多,这样呢,那次就是跟她去的, 我都见到她的女儿,她的女儿后来还带着王文新一起到她的妈妈的坟上, 那时候老太太已经死了,去献花,去自哀,所以就是关系是那么一个关系, 回来再说,这个老太太呢,那个时候还没死嘛,就硬要就到中国来了, 中国来了以后呢,对她满招待,因为这些都有权嘛, 带她走北京,西安,成都,重庆,南京,等等嘛, 到处对她的过去的学生,都是四权派,心满一转而归, 关键在哪里呢?她到了一到北京,她满, 她马上邀请她的那个人,那个人姓唐,也是一个, 这些人都离退休干部,都已经退休了嘛, 她单独还是离休干部,级别很高的嘛, 她就交给她三本日记,对日记显然当时是不同年代写的嘛, 日记日记不可能是一年里的这么一天,这么写下写下写下, 笔记也是同一天的笔记,来了, 那以后呢,她们只去了两年俄文,有多年不用她不行啊, 就交给王文兴,王文兴你搞那外貌,你一看, 你能不能把她翻译过来,看她都讲了什么了, 王文兴也不行,看她是陈忠行, 老陈呢,你把这个一看一看,这样,你这样也没多时间, 你看,重要的你就给我垃圾了, 那么其中,就是一个长话短说,就看见这一段很像, 老太太的日记,她怎么会带着中国来啊? 她特意给中国来,她这个目的和怎么能带出来, 这都是我们的疑点,她为什么要带出来, 她可能对苏联失望了,她对苏联可能失望解体了吧, 她有说那个失落感,她觉得这个还是东方, 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的东方,是吧,也许这个情况, 而且他们的海关怎么能让她带出来, 或者她免捡了,这都是可奇马可, 那我不知道,她自己的我一本,没有三本, 其中的一本,看,而且我要飞快地看, 不能一个字一字看,看完了, 有几书精彩的呢,翻译过来,翻译过来呢, 我还留了一份,结果呢, 现在又这么流亡,逃亡,就丢掉了嘛, 当然我还记得梗干嘛,梗干记得的, 这里是什么,这为什么很新鲜呢? 有些说是,为什么呢? 后来我们中国派的这个,就是去看大死带的人去啊, 周恩来不是指着你亲自去吗? 和带着那个,觉得现在网上也飞飞扬扬, 去的时候就是这个已经是两天以后了, 人家苏联已经把第一手资料全给弄掉了, 而且现场也已经变样了,不是说破坏了,变样了, 不是那样子的,他们去的是第一手资料, 大家夫妻们无话不谈, 后来就告诉他这妻子, 妻子就把他记在日记上, 我丈夫说,都这么第一手, 一共去苏联日去了四个人嘛, 但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人, 就是科科普的一个领导人去了, 所以看到的是什么现状呢? 和我们看到的, 后来看到的已经不一样了, 第一呢,这些人死的, 就是这架飞机啊, 是没有被烧透, 不是爆炸, 它是, 不是爆炸的, 它是这个就是, 这个油箱了, 就是油耗完了, 还没有全耗完, 就爬, 就这个, 就轻度爆炸了, 这么说, 所以这些死尸呢, 都很安详, 都没有给烧得那么就是, 可怕的情况, 就是, 就面貌之妃啊, 分辨不出来, 都没有那样, 而且他们说, 就是如果死, 就是在, 临近死亡的时候, 那么惊恐, 因为突然失事嘛, 都脸部的表情, 都是非常那个恐怖的, 他们没有, 就是很安详的情况, 没有挣扎的现象, 第一, 第二, 一共是9G, 是8G啊, 9G, 8G, 其中一, 7架是在这个, 飞机里面, 就是绑得好好的, 对不对, 就安全带啊, 还有一架, 还有一个人呢, 离那儿50多米, 离飞机50多米, 这就是为什么, 那个司机, 就是那驾驶员呢, 潘景莹, 后来没有被, 叛徒判处, 而还分为烈士, 邓小平分为烈士, 这就是本身就很蹊跷, 为什么呢, 潘景莹是专门给, 最优秀的驾驶员, 司飞员, 他是给, 毛泽东和林彪他们开飞机的, 抢先一步, 我们分析, 他就是呢, 接受了党的前面任务, 这任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, 就是, 他是抬了, 不是他抬了, 就是别人把这个死死, 给他抬到了飞机上, 只有, 机上只有他一个活人, 你的任务是要制造一起, 假下, 非行事故, 然后呢, 你当时就要同归于尽了, 但你这很光荣的嘛, 你是烈士嘛, 你在家里, 我们会很好保护你啊, 怎么怎么这些, 这些, 但是人有求生欲望, 我又要完成党中央交流的任务, 可我又不想死啊, 我能死尽量不死, 还完成任务很好, 两年其美, 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, 他转着转着, 把油耗尽了, 他就下来了, 下来以后, 发生轻度的爆炸吧, 就是, 没有那种所谓的击毁人亡, 那么惨烈, 但是呢, 他自己身受重伤, 他就爬了出来, 爬了出来, 就往前爬, 没想到温多尔安是一个墓区, 明月离得很远, 没有人来抢救他, 他最后就死掉了, 是这么个死法, 那么这些林彪, 他们身上呢, 就是这个, 就是, 有子弹孔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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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, 飞机上, 也有一缩子弹的形象, 但这个子弹, 不是, 没有打到他身上, 没有打到死地, 死尸的身上, 知道吧? 当然, 他的遗憾的是, 我那个原子之类也丢了, 我交给他们以后, 我就不知下落了, 我交给王文鑫, 王文鑫交给他的老大哥老唐, 他们可能就交他去了。